枪杀北约美军,阿富汗士兵遭击毙 前天阿富汗士兵与北约士兵在东部交火,一名美籍士兵死亡 枪手当场被美军击毙 当时阿富汗东北部贾拉拉巴德省长与美国外交官员会面后搭直升机 美籍的北约士兵护送他们离开 而远处有阿富汗军队 美国军方仍在调查事件 目前判定为阿富汗有军所为 这是今年北约美军第一次受攻击死亡案件 美国已经在去年结束位于阿富汗的战斗任务 东新闻综合报道